接着第十二题 第十二题他说有一个同学 他在测量SE体的密度 那请问SE体的密度是多少 OK 好这个也一样有两个方法 我们先来看 我们用公式来算的话 公式法 OK 首先你看 这一边首先我要看 上面的这个什么 TG TB代表V 底下的什么 质量 两桶加容易的质量 什么是两桶 因为他在测量的时候 他会用这个两桶 我上次画过了吗 两桶呢 他去测量两桶的 加里面的液体的质量 那他在测量的过程中 他两桶的重量 也会把它这样一起刷进去 所以他就比如说 这边会有他的体积是多少 然后你去把整个加水了之后 或者加了容易之后 比如说容易这么高 还有这么多的容易 然后一起拿去测量他的重量 所以底下的M质量其实是什么 他的质量这个M是两桶 加上容易的重量 所以我们要看 我的体积每增加怎样 每增加10ml OK你的容易重量增加多少 每次都增加12吗 有没有发现 我再加10ml进去 然后他会再加多少 12g 再加10ml 他就会再加12g 所以密度 密度等于什么 质量 Mas over volume 就是体积 所以质量是怎样 他每次增加12g 所以上面是12g 底下是多少 每次增加10ml 所以10ml 所以答案就是1.2 答案就是C 那第二种方法 就是有些人可能看不太懂 那你就用什么 比较慢一点的方法 就是用画图的方法 OK 比方说我这边是0 OK 我这边是10 20 还记得吗 我们这边是用M 这边是用B 12 30 40 50 OK 这样就好了 OK 我们来看 第一个点 当我的 那个什么 V是20的时候 两桶多少 V是20的时候 假设这里 随便 我们就来看 V是20的时候 我就随便画 这一个点 这个点 表示说这里是多少 这里是30 随便画的 OK 那 当我 那个什么 第二个点 体积V是30的时候 看到30的时候 重量是多少 42 所以假设这里是42 随便画 OK 再来 TGV是40的时候 你的重量是54 所以随便 这边是54 其实你不用把全部都画出来 两个到三个点就够了 然后你就去算它的斜率 对不对 我们说过去把这个斜率算出来 斜率的话 你就去算这条斜线的斜率 那斜率的话就是什么 你的delta y 数上delta s 对不对 那这里delta y是多少 delta y是30到54 所以delta y等于14 那这里20到40是4 然后delta s就是40 或者你可以不用算这么大 OK 你可以怎样 两个点就好 你不用算到三个点 两个点就更好算 OK 两个点就好 那你就去算这个斜率 这斜线的斜率是多少 它的delta y是多少 delta s是多少 有没有发现 delta y是42-30 这边就是12 这边体积30-20 这边就是10 所以一样 你的斜率 斜率是不是跟它一样 斜率等于 delta y是12 除上delta s 10 所以还是1.2 所以看你喜欢用哪一个方法 那这一题 刚好有一题跟它一 我是觉得一模一样 只是改数字而已 一模一样的题目 我看 在第一 你看底下那一个 那个叫填充题那边 第六题 你会发现一模一样的题目 我把它一起讲 OK 我就一起把它讲 讲解 所以你看这一题 一样的做法 两种方法 我这边就换蓝色好了 两种方法 一是怎样 你就去看 我们先看 哪一边是体积 哪一边是重量 OK 它一样 它跟你说 你看文字叙述 它说用天平去测量 某一体的异度 M1度 上面是体积 底下是质量 可是这个质量是什么 两桶再加上一体的质量 所以这个120不只是一体的质量 还要加上两桶 所以一样我们看 这边 我的体积 每次增加10 它底下就增加多少 是不是也是增加12 20增加变成30 也是增加 每次增加10 底下就增加多少 12 你的重量就增加12 所以公式最快 用公式法最快 M除以V 你每次增加 质量增加12 体积每次增加10 所以答案还是1.2 看起来是两个不同的题目 其实就是同 我是觉得同一个题目 那他再来问 他问说 请问两桶的质量多少 这个两桶质量 你就要去看了 因为你知道 你每次增加10 它就会怎样 你的 你每次增加10 ML的一体 它就会 重量就会增加12 那反过来 我每次减10ML 你看到30 我减掉10ML的一体 它就怎样 减掉12克 对不对 减掉10ML 或10CM三次方 也一样 OK 再减掉10 CM三次方 你的一体 又会再怎样 再减掉12 当我把 现在 两桶里面剩下10ML 我再减10 是不是变成0了 就是表示没有什么 没有水了 里面已经一体 都空了 这时候空两桶的质量多少 所以120 再减12 你就得到多少 108 所以你就知道说 空两桶的质量 是多少克 108克 这样可以吗 或者你觉得说 我还是听太懂 那画图吗 你就用画图的方法 可以 就跟这个一样 就把这 擦掉 擦掉 你要用画图的方法 就在用画画图的方法 再画一次了 只不过这次 我把它变蓝色 变蓝色 好 所以只不过这一次是怎样 我10ML的时候 还是怎样 10ML的时候 还是120克 所以 假设这里是120克 好 20ML的时候 是多少 132克 132克 OK 那 其实两个点就够了 我们不用画太多个点 OK 三个点 做实验的时候 叫多一点点 多算几次 几个点 OK 那算题目的时候 其实两个点 三个点就够了 好 你就 就把这个线连起来 然后你就会发现 怎样 这一边 是多少 Delta y 还是一样 12嘛 Delta s 是多少 Delta s 也是10嘛 所以12除以10 又是1.2 OK 一样 做法 然后一样 你看哦 我这个线 为什么我今天画到这里 意思是说 我10ml的时候 一体10ml的时候 是120克重 换个颜色好 红色好 换回红色 我10ml的时候 它是120克重 20ml的时候 是132克重 以此类推啊 我往回 10ml往回变成0 就是没有液体的时候 我这边还是几ml 几克重呢 应该要再减 12变成108克 那108克 就是空两桶的质量 所以这一题 密度的这一题是这样 再来我接着往下讲第三题 不是第三题 选择题第13题 也是在讲密度的嘛 OK 密度的话 你看它说 等质量来 重点把等质量画起来 就是说什么 一样就可以先写 MA会等于MB 因为它们等质量 就是一样大的一次 好 密度比是多少 它跟你说 密度比是2比3 OK 谁的密度 就DA 比上D B 等于多少 等于2比3 等于2比3 OK 那请问它的体积比是多少 体积比 就是还要问说 请问BA 比上BB 等于多少 等于多少 等于4 好 所以 一样可以带公式 要怎么带呢 我教你 我教你 我们公式的话 一样很多种方法 可以去算 OK 很多种方法 你可以去算 首先的话 我们已经知道说 DA比DB 我就从这边 画星星的这边开始算 密度D等于什么 D等于M 质量M 除以V 对不对 所以这边就变成M A 除上BA 以上M B 除上BB 会等于多少 等于2比3 对不对 然后这边就是什么 这边就是 对 这边就是 因为 MA跟MB等 都一样大 我就假设 他们都是1就好了 因为为什么放1 比较好算 OK 所以这边 我就知道 VA 1 VA分子1 比上 VB 分子1 会等于多少 等于2比3 好 这个东西 又跟我们讲的一样 如果我上下颠倒 变成VA 比VB 我这边2比3 是不是也要跟着颠倒 变成 1分子1 比上 1分子1 一样啊 我们不要有分数出现 我们要统统整数 乘多少 大家一起乘 乘6 因为乘6之后 大家都会变成整数 所以乘6 两个都乘6 2分子1乘6 你就会得到多少 你就会得到 3 3分子1乘6 多少 得到2 那其实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两个对调位置 对不对 OK 两个对调位置 这是方法1 OK 这是方法1 方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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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就用这个方法 你如果不行 你就不要用这个方法 也没关系 OK 这里我写方法2 因为我们知道 公式 密度D 等于什么 等于质量M 属于V 那我们可以不可以把这个公式改一下 当然可以 我把V移到分 等号的左边 它就变成什么 D乘上V 会等于M 对不对 再来我再把D移到 等号的右边 乘就移过去 这边除 所以M V等于什么 M 除上密度D 对不对 那我现在跟着做 所以既然我知道V等于质量除以密度 所以 VA就等于MA MA除上DA 然后VB就等于MB除上VB 说错 不是VB 是D Density DB 所以你看嘛 我们刚才说MA等于MB 一样的话 我们就假装它都是1 所以1 那DA是多少 DA是2 所以就是1分之1 然后DB就是多少 DB就是3 然后质量还是1 所以就等于多少 一样是2 1分之1比上3分之1 一样 我们比的话 我们要变成整数 所以一起乘6 乘上6 乘上6 所以这边这3比2 所以你们发现 VA 比上VB 也是多少 也是3比2 两个方法都一样 做法都一样 看你喜欢用哪一个方法 OK 好 所以答案是 就是C